开罚双标 黄伟哲未戴口罩遭罚三千 陈其迈高市不法 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资深志工表扬活动 上台颁奖时未戴口罩 遭自家市府卫生局开罚 24日高雄市长陈其迈宣示就职后 与多位局处首长接媒戴口罩 台南开罚了 高雄卫生局罚不罚 还是又有双重标准呢 为避免新冠疫情蔓延 日前高雄市卫生局配合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 倡导17日后若出入医疗机构 教育场所 娱乐场所 大众运输 卖场市集 展演竞赛 宗教场所及大型活动等八位场域 应配戴口罩 若经劝导仍坚持不配合者 可依传染病防治法 第70条 财罚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款 黄伟哲23日出席 东区重学小学举办的资深志工表扬典礼 既幸福祖孙晴快乐向前行活动 遭台下民众检举上台颁奖时未戴口罩 并以影像为证 台南市府卫生局据此开罚黄伟哲新台币3000元 据了解 黄伟哲随后已于超商缴交罚款 受访时表示 这可能是规定实施后 全国第一张罚单 不过 陈其迈就职典礼三四百人聚集 台下宾客多半被要求戴口罩 陈其迈市长和三位副市长 局处首长上台宣誓时许多人没戴 连宣誓后座回台下也继续不戴口罩 甚至期间还主动向贵宾握手 也未保持社交距离 明显违反防疫规定 对此 高市卫生局回应 陈其迈及多名局处首长 典礼开始时皆有要求戴口罩 量体温 时连制 且座位安排均达1.5公尺安全距离 加上彼此之间互动不多 拿下口罩的时间也不长 研判密切接触的风险 未违反中央规定 因此不考虑财罚 至于指挥中心曾倡导 八类场 欲经劝导后仍不戴口罩要开罚 卫生局强调 目前高雄仍属于行政指导状态 而台南市医传染病防治法 公告实施 才有依据可开罚 未来高雄是否正式公告实施 将遵照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办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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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